嗨嗨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是雪兔 今次我們要來玩的是 航海王模擬器啦 今日呢 雪兔打算 來去準備獵賞了 是的 我在一些還沒有拍影片的日子裡呢 也是有少少的在去一般的伺服器 偷偷的在打人啦 現在雪兔的賞金是262萬 賞金這個制度呢 之前都有一些觀眾有在講說 欸 他比你還高個幾百萬 打不過他啦 我就很好奇 到底幾等跟幾等區間差距到底是有多大 在這邊有找到資料 等一下再跟大家去做說明啦 那本次的目標呢 並不是要達到300萬 我覺得有點困難一點點 本次的目標 我們現在是262嘛 我們看能不能達到275 13萬會不會太過於覺得很卑微 應該還好吧 13萬蠻多的嘛 我覺得一集大概幾多會比較好一點 我不知道啊 看你的勝率啊 呵呵呵呵呵呵 你要想你勝率如果是負的 我也是沒辦法啦 我竟然可以打到現在是262 應該至少還是正的吧 能上升應該算正吧 那我們就以加13萬為目標好了 那如果各位喜歡航海王模擬器的話 不妨給各位5秒鐘的時間幫我在下面 按個喜歡 訂閱雪兔 讓我們在2月份的時候 能不能突破7萬訂閱啦 那廢話不多說 咱們準備開始 獵賞啦 首先呢 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獵賞呢 他賞金的制度 到底加減是多少 殭屍柱呢 有給我找了一個表格 那我就看了一下 他這個表格呢 是在講說 我們以平均啦 大多數的人 我們在山海這邊打這些BOSS呢 最多最多我們只能打到250萬 當然啦 你如果直接去一二海來去打人的話 好像沒有用 對 沒有用 欺負新手沒有用 因為剛剛 殭屍柱講說 我們至少要打2100等以上的人 才會有賞金是不是 嗯 我不確定確切的等級 大概會抓2000到2550等這樣 因為我們都已經滿等了 所以沒有正負值問題 就是Range 對 只有負值 大概-500左右 應該都是在有效的獵賞區間才對 那如果你是跟雪兔一樣 在沒有任何PVP的基礎下 也沒有跟人家 就是跟人家打架啊 只單純來去刷BOSS的話 250萬大概的加成是 防禦是13%的加成 攻擊的話是9%的加成 而加成的話是每50萬為一個區間 你前面到500萬吧 到500萬左右的加成區間是滿高的 大概都是3%左右加上去 2.5M到3M的話 你是加1.5防禦跟1%的攻擊 然後到4M的話 加到1.5M 所以是7.5%的防禦跟12%的攻擊 我這個數值呢 我會放在下方的說明欄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那這個數值其實就只是在講說 你當前的加成 所以如果我現在是以250萬的數值 來對上400萬的話 我們的差距大概是 4.5%的防禦 然後跟3%的攻擊 就是他打我的傷害 你雖說3%攻擊的加成好像還好 可是你要理解一下 你的防禦其實也要去算一下 加減下去 老實講 確實賞金高還是有一定上的優勢 而在這裡我看了一下圖表 給大家總結一下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列賞 可以列個大概不要超過你150萬以上 我認為都算是一個 可以去挑戰的區間 但倘若你已經是500萬以上的集聚的話 500萬後面都是100萬來去做你的數值上加 而不是50萬 如果是以100萬來去看的話 就是300萬吧 對你500萬可以挑戰到800萬或900萬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極限值了 再更上去 你的賞金壓制的感覺會更加的明顯 OK我看一下喔 是的 我現在對當前的玩家是13%的防禦跟9%的傷害 沒錯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要來去獵場了 你現在我們這個伺服器來看一下 都還行好不好 我現在竟然是第一名耶 哈哈哈 而在這邊的話 每一個人最多只能拿到三個點數 比較直觀就是最多只能拿3萬啦 那這個3萬呢 你差不多拿完了 就沒辦法再去從他身上拿到太多的錢錢了 欸可以打 才1700耶 我覺得ZX就不見了 你想一下呢 那你有拿到賞金嗎 有啊 沒有啊 他就說差距太多啊 喔是喔 上面會有血啊 會有血啊 有一個255的 都找255的啦 反正滿級的其實對我們來講真的就還好 1779的 剛剛被我們殺掉是1779的 對 我很抱歉 然後有些人都在講說 欸 雪柱你在打架的時候要把視角拉遠 我跟你講我到現在還沒有那麼熟悉這些東西 但是我會盡量的盡力的去熟悉好不好 可以 可以 1分 這樣會被人家說 喔主隊仔 怎麼奇怪人在下面 有奇怪人在下面 他的船是 他的船是怎樣 欸 等一下 他的船是怎麼回事 打海軍也會有錢嗎 會啊 都會有啊 那為什麼會有人要加入海軍 現在會加海軍的理由 對我來講就是刷海上事件 比較方便 就不要按組隊 因為海軍不能打海軍 海獸也是獵賞拿到的吧 一千萬啊 來啊 好 臭傢伙 有怎麼不要跑啊 A few inches later 幹嘛這傢伙 這傢伙你可不可以我殺自己去海裡面自殺 你給我開PV跟我打就算了 你打了你輸了你還給我不讓我拿分 給我去自殺 你有沒有搞錯還給我追了一大段 不行欸難怪會有人獵賞都用傳送門 傳送門要找人比較簡單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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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透露 就 嗯 嘿嘿 嘿嘿嘿 Rolle 我就是你 哥們 他不行 啊 被獵賞掉了 有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我是被誰殺掉 你知道嗎 這裡不用吃雞 先走 沒開PVP在那邊打個毛線 是我 對不起 你是在哭嗎 我忘了吧 你的鼻子掉了 對不起 我撿起來 他走了 他剛剛是揍我的那一位 這個人怎麼是用鑽石 啊 不行 差點要死 打掉了 那你倒了 我倒了 是我倒了 打諾王囉 打到1分 他有時候都會被打到飛上去 我怎麼覺得他自己飛的 好痛喔 這邊是不是會打到人啊 會會會會會 那個鑽石來了 那個鑽石來了 鑽石千里條條過來殺人啊 臭傢伙 如果我已經被打了3分 我還是被他殺掉 我會掉錢嗎 不會了吧 不會啊 不會啊 就是單純的很不爽而已 這個PVP是不能自己 主動寬的 這傢伙真的是很麻煩耶 這傢伙真的是很麻煩耶 我們是不是打了一個不該打的人啊 越打越少錢 好難受 今天目標是什麼來著呢 掉到250 我 哈哈哈哈 他覺得是有傷害嗎 啊 我進過去的時候死掉了 海軍第一名 好煩喔 怎麼敢打架的都是這群傢伙啊 為什麼敢打架的都是這種人啊 好恐怖喔 來了 總會有三千萬啊 沒盟友你要出事囉 他去海軍了 好恐怖喔 他是Kevin 不是Kevin 我走了 三千萬 他三千萬省人 白肉有機會 問題不大 他出來我就控他 他不可能沒開 他剛進來一定會開的 除非他死過 控住 跟上跟上 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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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快 阿 我不 阿 我倒了 我 我..我賞機現在被預計掉的還要還多 我覺得我可以.. 負十三萬了 哈哈 當初還講說正十三萬 現在被打了負十三萬 真的不行欸 被拿光了 我覺得在這一塊自己.. 還有得訓練 雖說啦 老婆那邊已經跟她下了鑽鐵 但老婆一直在講說 我的PVP很爛 我怕會是一個.. 要不就是大騙局 但我認為老婆其實.. 講的實話性還蠻高的 她有可能真的PVP很爛 有可能真的PVP很爛 我真的覺得如果真的要去練PVP的話 血拳的.. 血拳比較適合 可能像我們這些新手來講 就是比較.. 比較好去做.. 瞄準 就是瞄準 而且還有一點轉速 可是她的速度真的有點慢 你在幹嘛 你想幹嘛 你想幹嘛 根本 根本你想幹嘛 不要打了 不好打咯 什麼東西啊 看她是吸血鬼 直覺醒 看她是吸血鬼喔 這真的是.. 被教訓的一輪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 到底什麼時候才有機會可以.. 好好地給她練上去 但.. 算了嗎 我接下來下一集 直接去找那個PVP大佬 來去討教一下 到底怎樣打會比較好 就是.. 電腦版要怎麼來去.. 來去玩 比較容易提高你的瞄準跟勝率 我知道當然有所謂的習慣問題 但我相信一定有她的.. 一些小屁股 可以來去.. 找走一點彎路啦 就像是.. 你可能去.. 請教一些電競大佬 他會告訴你一些觀念啊 一些.. 接技上面的.. 失誤或什麼的 我當然我有看到 有些人在跟我講這些東西 但.. 實際上.. 操作一瞎打 就是.. 你要做到那種完完全全的連技 我覺得真的是有點困難 而且.. 當有一個環節一出錯 到底要怎麼樣子來去.. 彌補這個失誤 再繼續銜接你的接技 這我也覺得是一個.. 困難的事情 外加上.. 在去做獵賞的時候 其實大多數 你不大可能會是1v1的狀態 你都是一打多 自從一打多的狀態 到底要怎麼拿到賞金 並且全身而退 也是一個難題 好難啊.. 但我覺得沒關係 這也是.. 接下來我要來去研究的地方了 好啦.. 那各位觀眾朋友們 雪兔希望你會喜歡這一次的影片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亦通或只是任何的建議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雪兔 我們就下支影片 再見大家 掰掰掰掰 掰掰